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被妈祖信徒视为一生至少一次辽西的南瑶公彰化妈祖奔港进香活动将于本周四29日晚上徒步涉水横跃着水溪进香活动今天26日进入第三天,一路上导引进香对鲁鱼冠前进的头旗旗杆细细长长的旗杆高度高达7,6公尺直逼二层楼半接近三层楼高 相较于一般常见6公尺高的旗杆,这根头旗旗杆显得格外一枝独秀,让信徒则则称奇 熟悉公庙事物的灵性地方旗老指出一般头旗旗杆大概平均6公尺多高超过7公尺的少之又少,向南瑶公长达7,6公尺7,倒是头一次听到 身揭南瑶公管理人的彰化市长邱建復说,南瑶公奔港进香团历史悠久,早期曾赢得台湾史上第一进香团的美誉,因为享有全台第一的名声,代表进香信徒多,相对导引进香队伍前进的头旗旗杆,传统上需要制作的特别长,以今年进香头旗的旗杆长达7,6公尺。 可能是全台公庙进香头旗旗杆最长的。 邱建復表示,南瑶公妈组奔港进香活动,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新盛时期进香人数高达10多万人,一路上队伍人潮拉得特别太长,为了让后方信众能够看得前头的队伍,才会用特别长的头旗旗杆,以现在的科技来看,旗杆功能好比进香队伍的导航系统扮演。 指路的角色,这项传统习俗,成了南瑶公奔港进香活动特色。 俗称先锋旗,不兵旗的头旗,是进香队伍的象征旗旗,旗上会去写上地名,功名及旗神名,在功能上除了具有指挥有形的进香队伍及无形的兵马之外,同时兼具雏煞、开路等民间宗教的功能。 诗歌 蜡色 prediction 2 2 3 4 4 チ